在黄土漫漫的山西高原西部 拙浪滔天的黄河中有东岸 礼良山区一个平凡的小山村 新县蔡家衙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血雨腥风里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 它是中共中央近随分局 近随边区政府和近随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贺隆同志在这里战斗生活了十一个年头 近随边区革命纪念馆 基本保持了当年近随军区司令部的原貌 朴实无华 不加雕饰 典型的黄土高原窑洞建筑风格 纪念馆由东西两个院落组成 西院是近随军区司令部和八路军120师师部就职 原状陈列有毛泽东、周恩来、任毕石同志的陆区 近随干部会议会职 毛泽东与近随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就职 贺隆同志杨边策马的汉白玉塑像在院内昂然总立 东院是一个四合院 是近随边区政府就职 现在陈列着反映近随边区革命斗争史的珍贵图片、文字、实物资料 一幅幅模糊泛黄的历史图片 一件件秀气斑斑的革命文物 一段段凝结历史风云的精彩解说 使人仿佛回到了战国纷飞的蒸容岁月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八路军主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 贺隆同志率领的120师 开辟了近随边区根据地 包括近西北、近西南、隋远大青山地区三部分 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板东派进行的复杂残酷的战争环境里 这块根据地十大十小控制区域不断变化 最大时期北达祖国边陲 抗日闸、徐远大青山、幺岑山、隋远大青山、管岑山、旅涨山、纵权全境 靖随边区根据地是阻挡日本侵略者向西进犯山甘邻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一道坚强的屏障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贺龙同志率领禁随军民 在这里展开了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战斗 1937年10月中下旬 以侵占大同的日军向南进犯太原 120师各部在燕门关等地采取袭击 伏击等灵活的战术 连续战斗20多次 击毁日军运输汽车数十辆 歼灭日军一千两百人 几度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补给线 有力地配合了新口会战 打乱了日军速战速决的部署 1938年春 日伟军一万多人进攻进西北 妄图把120师逼到黄河西岸 120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电报指示 采取避其锋芒 带敌分兵后各个击破的策略 歼灭敌人一千五百多人 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近西北七个县城 从1940年到1944年 日军每年都要对近随根据地 进行疯狂的扫盗 贺龙同志亲自指挥了在兴县一带的反击战 其中 甄家庄战斗就是军民协同 利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 基本全坚敌人的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1943年9月27日 日军59旅团85大队700多人和伪军100多人 从白文镇出发 在兴县城铺空之后 沿魏芬河向西进站黑玉口 向黄河对岸核防进攻 遭河防部队炮火反击后撤退 近随军区指挥部 决计以五个团的优势兵力 消灭这股来犯之敌 10月5日 日军在小山畔村遭我军阻击并被包围 一天激战伤亡惨重 6日下午 敌人在山上焚烧阵亡人员 包括不能行动的伤员 惨绝之声传到无礼之外 当夜日军沿南川向康宁镇逃窜 在阳塔、曹家坡、康宁多处遭我军伏击 7日下午 在申家庄附近又被我军包围 经过三天的围打 仅有残敌一百多人 在飞机掩护下逃入王石据点 边区政府对广大民众的充分发动 铸就了军民团结的钢铁长城 近随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形成了保卫延安的一道屏障 而且在物资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供给地 这里是蔡佳雅以西15公里的黑玉口 青神大桥横跨近闪大峡谷 而当年欲望陕北的物资完全是靠牧传百度 黑玉口渡口不仅是支援陕北的一条重要的物资通道 而且是党中央联系华北、华中其他根据地和苏联共产国际的最主要的一条交通线 党内的重要文件、信件以及频繁更换的密电码都要经过这里传送 经过这里 一万多名党的干部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人 在交通人员的护送下安全到达目的地 抗日战争结束后 解放战争风严再起 近随边区作为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不仅完成了本区的内线作战任务 而且调集大批人力、物力、财力 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当时整个近随边区南下干部达到一万一千多人 与此同时又有十万名青年参军开赴前线 毛泽东同志对近随根据地的军政工作 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 1948年3月23日到5月26日 毛泽东从陕北东渡黄河 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百坡 途经新县蔡家雅时停留了11天 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 在近随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和对近随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对近随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声动鲜明地阐述了党报的任务 担保方针党报风格党报工作者的修养 几个基本的问题 是党的新闻理论的基石 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蔡家雅近随边区革命纪念馆 静静地俯视着缓缓流过的魏坟河 昔日燃烧的岁月 化为了天边一抹绚丽的晚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